伊拉克警方說,星期日在伊拉克主要是什葉派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,至少28人死亡 星期日晚間,在伊拉克中部和南部,包括南部的石油中心巴士拉,發生了最為血腥的襲擊 在一宗汽車炸彈襲擊中,有8人喪生,至少15人受傷 在富特、納西里耶和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,亦發生了其他幾宗的襲擊事件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